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很快还是被眼前的景象给震出了 这震法的后面是一座完全有一些黑色巨石堆起起的小小的石屋 那些黑色巨石上面水光淋淋 镇刻着许许多多神秘的符文 隐隐弥漫着一股子似曾相识的气息 那气息与这混沌世界有遥相呼应之相 显然这里应该就是洛书玄天镇的镇眼所在 当初全衡就是在这里设下洛书玄天镇 最终将这片梵天净土给封印掉的 所以这座石屋上面才会有如此种种的异象 然而最强眼的恐怕还是这座石屋四方的景象 这里盘坐的全都是一些凶炼者 细细数一数恐怕不下于一百之位 他们全都盘坐在地上 头发很长但是没有光泽 形容枯高 明显已经没有生命气息了 之前老白见到的那位只是其中之一 这些人身上的能量和生命精华 大都已经全部归于混沌之中 只剩下一副干瘪的皮囊 或许假以时日连这副皮囊都留不下 哎呀 死了这么多人哪 老白感叹了一声 走到之前 吓他一大跳那个修炼者的面前 轻声说道 你们死相并不争宁 看来非常平和 想来也都是当年的人族智识啊 为了封印混沌才落到如此地步 哥们儿在这里拘你一躬 你之前吓唬我的事啊 咱只要算是这么接过去了啊 说着 老白弯腰就准备对着尸体鞠躬 难知道 他在鞠躬的时候 脑袋不小心顶了尸体一下 一瞬间那尸体就彻底的散架 皮囊成为飞灰 只留下一段洁白的骨头落在地上 这时候的所有景象 终究还是波及到其他的尸体 盘坐在这里那些修炼者尸体 受到许多波及之后 同一时间纷纷散架 留下的骨骼全都是洁白的 圣人 全都是圣人 陈玉惊呼说道 怎么可能这样呢 一大群圣人 全都迷失在这混沌里面 最后硬生生地 被混沌出干所有力量作化 这不合理啊 而且 他们还跟着悬横这种恐怖的存在 这里曾经肯定发生过什么 别说 我也有这种预感 百位圣人 集体作化在混沌之中 尤其还是跟着悬横一起作化的 这怎么听都觉得 有些荒诞 大惊小怪 太理冷笑了一声 说 征战犯天净土 古来岂然缓难 曾经征战犯天净土的修炼者大军里面 圣人何止上百 多得不计其数 甚至天尊和大地都有 最后 遮存在犯天净土里面的数不胜数 这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呀 真是没有经历过浩瀚的太古 终究都是些井底直蛙 几个圣人的遮存 就让你们如此可惜 那以后还了得吗 眼界放宽点吧 这犯天净土 世界上最大的坟场 没有它葬不下的生灵 被太理莫名其妙地打尽一顿 陈玉也就只能苦笑了 哪知道 这时候曹元就忽然静静一了一声 似乎有了什么新的发现 一言不发地快步向前走去 不多时就从一堆空谷里面剪出一部古书 就坐在那里翻看了起来 那是什么呀 我眼睛一亮 盲凑了上去 走近一看才发现 那上面竟然留有不少的文字 看着古书的材质 似乎从某种凶兽身上 摘下骨头之后 打磨出来的 虽然里面的神性精华 基本上已经被混沌吞噬得干干净净 但是却异常地坚硬 倒是没有损坏 上面的字迹也是清晰可见的 有了这个发现 我们几人凑在一堆开始研究起来 所谓三个臭皮酱顶个诸葛亮 众人食材火焰高嘛 更何况我们几个 也不是什么臭皮酱 仔细一研究 最后还真把这古书上面的内容 全给破译掉了 写下这古书的 应该便是枯骨的主人 也就是一位圣人 而这部古书 似乎是他留下的一本 类似于日记的《文字集合》 里面还真是详细记载了 这片梵天净土中的种种 这些圣人全都是太平道的人 一直追随着玄恒 后来玄恒将他们派来 驻守这一片梵天净土 因为在很早之前 玄恒就注意到 这个世界残存的最后的 这些梵天净土 很是异常 可能也是混沌彻底消退前的 最后的反扑吧 就跟回光返照一般 以至于这些最后的梵天净土里面 混沌之气异常浓郁 甚至已经超越 开天之初的混沌之气浓郁程度 玄恒料定 这末日净土里面 恐怕真的会诞生可怕的东西 这些诞生的东西 唯恐会影响到世界平衡 于是 玄恒就创立太平道 集结一大批古道热肠的修炼者 守卫人组太平的防线 让这些人 分批驻守各个梵天净土附近 一旦有梵天净土里面诞生可怕的东西 立即上报 进行灭杀 将危机最后扼杀在摇篮里面 经过多年奋战 玄恒灭杀不少的净土凶手 我们所在的这片末日净土呢 之前并没有出现过恐怖的凶手 所以这些太平道的成员 也就一直没有上报 直到 我们之前看见的 那个高阶生灵出现 根据古书上记载 那高阶生灵赫然是一头巨龙 除了青龙之外 天地间诞生出的第二条巨龙 那是一条火龙 曾经从未出现过 这些太平道的成员 将它称之为大荒火龙 这东西吞噬了太多混沌之气 本来可以称为像末节一样的传奇神体的 可惜最终毁在贪婪上 成了一头凶手 力量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太平道成员能处理的范围 于是太平道成员去联系玄恒是知道 等他们找到的时候 玄恒已经不负往日风采 肉身即将崩溃 随时都会消亡 可玄恒知道天地间出现这么一个大凶之物之后 仍旧毫不犹豫地和他们来了 当时打的主意 便是封印这个地方 让大荒火龙出不去 玄恒料定 只要这东西出不去 最后若圣王能归来的话 一定能处理掉这个东西 再后来 他们与那大荒火龙遭遇了 那东西已然是天尊级别 当时已经是强弩之末的玄恒 竟然打不过这个凶物 太平道的成员受创很重 死伤惨重 没办法 玄恒最后只能拉起绝对防御 将他自己和这些修炼者全都保护住了 最后他这里设下了洛书玄天阵 将大荒火龙彻底封印了 永无出头之日 除非有人来到这里 击碎那石屋 破坏掉阵眼 大荒火龙才有可能出去 不光是那大荒火龙 任何人想离开这里 都得破坏掉那个石屋 当时情况紧急 玄恒顾不得让太平道的人离开 就匆匆设下洛书玄天阵 就这样 所有人都被困在这里 直到死亡 而那个太平道的成员 最后用日记的形式 写下这本古书 将一切都记录了下来 他们并非是迷失在这混沌之中 而是在这里甘心赴死的 看完这一切 我眼睛亮了 下一世抬头看向那石屋 竟然被困住了 岂不是说玄武也没有离开 那他就在这石屋里吗 还是最终 没能扛住混沌之气的吞噬 亦或者是顶不住伤势 已经作画了